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谈兵读我是安科马克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老谭阿富汗的局势 有一些声音说 让人家联想到国共内战 这一点我相信是见仁见智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 不过不可讳言 两者是有一些 我们可以去讨论的地方 除了上一集的北平模式之外 想再请教老谭 在国共的时候 军阀是蛮多的 有穆斯林的军队吗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批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军队 最有名的就是西北马加军 他们成名很早 1937年年初 曾在河西走南地区 几乎团灭了两万多人的 中共红西路军 到了国共内战的时候 马加军又与西北野战军 打了几次 取得河水战役 西湖战役等等的胜利 蒋介石在有一次的演讲里面 还特别夸赞他们说 宁夏第十八师 增援陕北渝林 途中遇到了共军密集的冲锋 用机关枪扫射都没有用 后来就改用大刀砍了过去 共军反而立刻逃跑 这个蒋介石说 这就是出其不意的神秘性力量 除了蒋介石夸赞马加军之外 指挥打过抗美援朝的彭德怀 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面 也曾经提过量产 让他耿耿于怀的失败战争 都与马加军有关 所以那个时候 马加军的战斗力 应该是获得双重认证 到了1949年8月 国共南州会战前夕 马加军一位21岁 就身为副军长的超级帅哥 他在决战前夕 他就在斯林部挂了一副对脸 上面写着 往狂难于祭岛 定乾坤于西北 他就是曾经让彭德怀 吃足苦头的马继员 只是这些信奉真主的军队 喊着天坛向前冲锋 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从此之后 这支部队就走下了历史舞台 马继员后来他就来到了台湾 当了一个那种类似贤差的宗将 后来还移民到沙烏地阿拉伯 最后在2012年的时候 克死异象 这样听下来这支马加军 真的是骁勇善战 而且你说他几乎团灭了 整个红西陆军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马加军 因为现在的人比较 对他们比较陌生一点 马加军这个名词 指的是民国时期控制甘肃 青海宁夏一带的一些军阀的统称 他们用的标准就是甘肃人 河州人 回族 而且是一定要姓马 他们的权力转移 就采取古时候 传统的那种方式 就是父死子祭 兄中弟己 所以有老五马 新五马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五马指的就是 青海的马不翻 马不清 宁夏的马洪魁 马洪兵 马仲英 由于新五马的军队 有多有少 所以他们实力上 也是有强有弱 所以有时候会有说 西北五马 或者西北三马 如果只有讲西北二马 那指的就是 青海王马不翻 还有宁夏王马洪魁 就是最强的两个 对 另外还有人用地盘来做区分 所以我们又会看到 宁夏三马 青海二马 这些不同的说法 我们在这边也要先补充一点 就是现在在说回教 基本上都是用伊斯兰教 不再说回教 这也是比较正确的 不过为了我们这个说明方便 所以我们这边都还是采用 传统的回教 回民的这种说法 那简单的说 马家军大部分都是 比较票汉的回民 从清朝同志回乱开始 就已经开始在西北 就刺炸风云 而且还把他们的势力 逐渐的扩展到西战 蒙古新疆 他们之中呢 又以青马最为票汉 暴力指数 绝对远远超过宁马 所以马部分呢 他又有另外一个外号 叫做野马 你刚刚说 他们几乎团灭了 红军的西路军 可是他们在青海跟宁夏 这是非常偏远的地方 要怎么跟红军 或者我们广泛的说呢 共军来接触 1936年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 8月12日 中共中央就与少帅战学梁 私下定了一个协议 提出打通通往苏联的 宁夏战役计划 准备要占领甘肃兰州 然后要控制河西走兰 随后以红四方面军 他们为主力 就是组成了一支西路军 21800人 在11月下旬的时候呢 就渡过防河 就有中指挥 就是陈昌浩 还有徐向前 可是这条通往新疆的路线 会经过马步青 在河西走兰的地方 所以就一路被马步青 还有他的弟弟 马步方联手追打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面提过 他说河西走兰的地面平坦 既兵很好冲锋 骑马都是先用炮 先打过一遍 然后就开始用集团的形式 开始猛冲 刀枪并举 乱喊乱叫 就算受到重伤害 也能够进行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的冲锋 绝对不肯轻易的败震 而且他们每个人 就只有攜带三到五排的子弹 打完了就回去补充 就算说你把他们打散了 你也脚步不到什么弹药 如果西路军出击的话 骑马就很快速的退却 而且还会把追兵 给优惑到空旷的地方 再用寄兵快速的反击包抄 总之西路军如果要转移 就只能利用夜间来行动 可是早晚都是 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 所以辛苦无比 而且他们的小部队 还不能够随便离开太远 去找食物或看茶地形等等 如果离远一点 马上就会遭到袭击 在这样子不利的情况下 西路军就一路的被分割包围吃掉 到最后只剩下一万人 1937年1月 他们就全部都集中在甘肃临泽县 一个叫做尼加银子的一个地方 那边有43个屯砖 也是蛮大的 对 大可是应该是蛮稀疏的 到了二月的时候 青海二马 就是马不方马不勤 就集中了七万人 八起的总工 秦吉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有提到这一段 描写得很生动 他说连续七个昼夜 荒野十里的环沙地带 都是马蹄奔跑的那种碎步声 然后尘土飞扬 这些青马的骑兵 飞舞马刀 就像潮水一样 一波接着一波 尼加银子 大概有十几个屯砖 就是村子 转眼之间 就差不多全部都变为废墟 最后呢 弹军言绝的西陆军 全军覆没 徐向前和少数人 就成功脱逃 李先年就带着几百个人 从新兴霞跑路到新疆 至于其他西陆军的降临 下场大部分都很惨 像洪武陆军的军长董政坛 他的首级就被砍下来 红九军的军长孙玉清被俘 也被大刀砍杀 至于众山的三十军八十师的师长 雄后花 有人说他是被抢决 他的司法就比较多种说法 有一种就是说 他是被推进炮坛里面 活活正死 至于其他的基层的红军呢 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了 特别是这种大批的女兵 听说都遭到奸杀 我听你这样讲 骑马然后挥大刀 这很像西部电影 或者是可能早期那种 中国古代电影的场景 红军为什么会这么惨 最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严重低估的马家军 特别是骑马的战斗力 民国有一位很有名的记者 叫范禅江 他写过一本中国的西北教 青海西宁待了半个月 采访过马步方 他说马步方每天黎明 这天才亮 就已经出现在轿场 开始练兵 然后他的纪兵表演的时候呢 可以在马背上一下站立 一下倒立 在一趟马城内呢 就用土照步枪连续开气枪 他说简直是神父奇迹 范禅江还说 马步方喜欢积极的扩张 就是蛮有野心的 但军会就超过了 青海省政府的负荷 尽管如此呢 当地有回教协会办的学校 肥民还有汉人 通通都收 因为费用都是马步方出的 所以全部都是用军事化的训练 还有管理 每周交那种回教经典的时间 反而只有两个小时而已 小型的军校的 总之呢 红军从江西绕了整个大西南 才到三北 例如他们在四川碰到的军阀部队 基本上都是三万五组织 到了三北 打占学长的部队也很顺手 所以多少以为马家军也是无核之重 谁知道说人家也是 虽然也是军阀 可是战斗力 启动力 还有这种斗志 都是中国所含有 他其实遇到了一支 那种新旧战力加成的部队 而且西路军 大家比较了解 应该知道他们是游击战很强 然后夜间作战很强 没想到却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的确如此 因为人的两条腿 你再怎么快也跑不过马 红西路军他们白天受阻 晚上行军 早上还没有来得及挖壕口 青马的骑兵就已经赶到 就开始攻了 所以运动上的速度的悬殊 所以就处于一路挨打的局面 徐向前他就讲过 他说我方胜利难缴获 败极无生还 当然了 就是说西路军他也有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他想要打通国际路线 可是路线改来改去 徐向前自己也提到 就是西路军当副的任务 漂浮不定 变化多端 大大的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 所以简单的来讲 就是一个没有后群补给的部队 在欢良无比的河西走廊 遇到的对手偏偏又是青马 所以才会残遭覆灭 出发的时候两万一千八百人 到最后只有陆陆续续 四千多人回到延安 刚讲的是马家军跟解放军的战争 那刚刚前面再早一点老谈 有提到一个人就是彭德怀 他是怎么输掉那两场 让他一生难忘的战役 国共内战打到1947年 国军从全面进攻转成重点进攻 集中兵力先优先 就是对付陕北还有山东的共军 那个时候为了要围攻陕北沿岸 湖中南调动了17万大军 其中就包括了马步凡 马红兵马红奎的12个旅 将近7万人 至于西北野战军方面 他们在三北高原采用蘑菇战术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一段 他连续吃了湖中南三个旅 之后彭德怀他决定利用 国军休整的时候出兵农东 也就是甘肃东部 主要是因为三北太穷 所以不要说湖中南的大军 补给困难 西北野战军自己也千困无比 所以要西出农东 顺便打击马家军 不料1947年5月 西北野战军在甘肃河水 与马家军接触以后 吃了大亏 这也是国共内战以来 国军少数赢得的胜利之一 这一场战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除了马家军之外 河水城是一座小城 它在咸阳西北 青马的整七八旅 在这个地方 胆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三五九旅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完正的三五九旅是完牌 在看战的时候 在南尼湾屯肯 作为延安的卫戍 之后又曾经南下到湖北湖南一带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又经过了中原土围 闯过了国军速到的封锁 理论上是一个身经百战的部队 西北野战军在打河水的时候 也是按照以晚的作战方法 就是挖豪锅 就向前推进 然后就靠着刺刀 还有手榴弹 逼近对方的外豪前沿 可是马家军 他们就预服在城内的守军 就通过了暗道杀了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精手刀法 一阵砍杀 359旅的717团 719团 竟然就因为三万过大 只好撤出战场 从整之后又多次攻击 全部失利 既然打不下来 西北野战军就改为打员 前来救援的青马整骑八旅 在看战的时候 曾经驻扎在河南东部 与日军多次交手 有一些威名 所以日军就称呼他们为马回回军 这支援军呢 有一部分在靠近河水城的时候被围 他们看到的无路可退 于是就把枪支全部都丢到地上 高举双手投降 当写判军要靠近受降的时候 这些疾病呢 突然之间就抽出 垂身佩戴的马刀 就近距离的开始反冲锋 共军根本没有料到说有这一招 就死伤惨重 前来救援的马家军呢 他们也有疾病 就预先埋伏在废弃的窑洞内 就是里面就挤了一些 两百人 然后就有两三个人 就在窑洞外面就摇摆起 然后吸引共军 散来这个要受降 等到这个人接近了以后呢 里面的这些寄兵呢 就全部都冲出来 也是一样就是挥舞马刀 结果你也大家都可想而知 总之三五九旅 不管是围点还是打员 都遇到了罕见的对手 担任三五九旅政委 那个时候也参加过 中原突围的王恩茂 在他的日记里面 都还特别提到说 打这场战争 损失很惨 所以这个马家军不只是打仗打得很 他其实很有技巧 很有战术 那这个是你前面一开始提到说 蒋介石夸战 他们用大刀去砍杀数百贡军 就是这一场战役吗 不是 河水战役是青马打的 老蒋说的第十八师增援三北渝林 那个是宁马 宁下马家军 这场战役是1947年10月下旬 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二次渝林战役 零下晚马洪魁接到命令 说要去救援 所以他就派他的师长儿子马敦进 带领枕边第十八师去救 11月中旬呢 在靠近渝林四五十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个叫做原大滩的一个沙漠地区 遭到了阻击 虽然宁马的战斗力不如青马 共军又是夜间作战高手 可是第十八师 他们还是可能 还是能够撑得住 就是打到了拼刺刀 铁锹 就全部都用散了 虽然有两个阵地丢了 可是这个整个部队没有溃散 老想讲的应该就是这场战役 总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说法 大部分都是说 宁马在原大滩损失很大 不过我们还是要知道说 他们是有成功赶到榆林丞相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 有多少国军部队是败不相救 或者去救永远都赶不到 永远迈那一步 对 而且是慢很多步 所以宁马真的是 还是有他的一套 照你这样讲 真的是表现 以蒋介石的角度来讲 真的在国共内战里面是 为数不多的亮点 而且表现真的很好 是 到了1948年3月3日 国军降临刘康 用手榴弹自爆身亡 三北的宜川战役结束 彭德怀他就在 同年的4月6日发起了 西湖冗东战役 就想要扩大战果 西湖这个地方指的是 西安以西 静河 魏河之间的一个地区 城市就包括了宝鸡 咸阳 凤翔等等 所以国军称这场战役叫做 静魏河谷战役 总之西北野战区很快地就攻下了凤翔 这些总共12座的城市 随后又打下了宝鸡 这是一座专门在存换战略物资的重要城市 准备把这些物资都带走 这个时候湖中南就泛弃了延安 还有洛川 调兵回房西安 同时调派陪仓会的第五兵团 要会同马步方下面的枕边第82师 师长就是他的儿子马纪元 要一起去祖籍 枕边第82师很快就到达陕西 甘肃交界处 一个叫做长武的地方 西北野战军第六重队 就后撤到一个地方叫做兰殿桥 就匆匆地构筑起阵地 结果没想到根本挡不住寄兵的攻击 马纪元的部队重马奔驰 一跳就过 所以一天就把蓝电桥给拿下来 而且还服务了1200人 你说了这个马纪元 是不是前面那个21岁 然后升到副军长 然后你特别强调长得很帅的那一位 是 没有错 看到马纪元来势汹汹 庞德怀他就决定在一个地方叫屯治镇 还有利保镇 这一带的地区要布下一个口袋 准备要全卷第八十二师 他的布阵方式就是六重留在屯治镇 来吸引马纪元来打 西野的第一还有第四重队就进行包围 充满男性的马纪元还真的来了 而且他就开始攻击 就先用炮先打屯治镇 六重的教导团教导旅就只能举在一起 因为那个镇很小 所以炮弹一落下 大家根本无处躲藏 所以就三万惨重 这个时候湖中南的陪仓会兵团 李政兵团也向屯治镇推进 彭德怀他看到口袋战术已经失灵了 所以就下令撤离 大陆有一位将领叫王善龙 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这一段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马纪元作战非常的果断 他写说 他们后来就出了屯治镇里面的部队 结果偏偏有一个担任掩护任务的兄弟部队 就是一个团 就擅自的撤离 就是往东撤 马纪元发现到说 他的东边没有威胁 立刻就从孝金镇 这个地方向西营头来阻击 就堵住了西野的东撤之路 导致西野四面受敌 他说在最危急的时候 彭德怀听到了利保镇传来的 这种很激烈的枪炮声 研判又有追兵 所以就单机立断 击定所有的部队分头撤退 才顺利的突出重围 一直到了12日才摆脱了这些追击 所以我们从这些描述里面 就知道马纪元的那种打法是非常的豪迈 与一般的国军将领完全不一样 总之西辅战役 西北野战军共计减员1.49万人 国军这边的说法是 西北野战军损失了3万人 不管怎么样 这个1万5跑不掉 这个是彭德怀 他的军事生涯里面 这个罕见的遗憾之一 所以他还在他的彭德怀自助里面 特别提到了这一场战争 自己连续打出代表座的马纪元 就成为马家军的最耀眼的一颗猩猩 获得老奖的嘉许 所以他在兰州会战前夕 才会在自己的司令部前面 就挂了一副对联 上面写 往宽南于济岛 定前昆以西北 刚提到的这段是1948年的西府战役 然后那个年代 共军已经很少多数的战场了 不过马家军还是让他们 有敞到一些苦头 没有那么顺利 不过1949年 其实国共战力已经就成为定局了 这样一来 马家军的结局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以共军的接触 大部分都是蛮顺的 而且交换比非常的漂亮 所以马家军是有自信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子 这样子认为 国共内战进行到1949年 三大战役结束 4月解放军渡江 西北其实也开始就风雨欲来 毛泽东在5月26日致电彭德怀 他说 以你现在兵力可以打福 就是福中南 但不可以同时打马 如果要打马的话 必须要等到杨德智 18、19兵团同时开到 才有把握 这位杨德智是参与平津战役的名将 进攻新保安 殲滅了护作仪的第35军 随后他又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 打下了太原 立刻就开到了 把部队拉到了西北 毛泽东那个时候还特别 要蓬德怀转告杨德智 他说兵团必须马上西进 破进两马足弓 就是要足弓式 要延防两马的回旗 并且还郑重的警告 提醒杨德智说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 否则必至吃亏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吃鳖的 所以从这边来看 获得对手的肯定 真的你就是代表一定的势力 从8月9日开始 第一野战军 三路大军就开始向西推进 准备要打南州 南州这个地方是上面环山 北面有黄河铁桥 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手南贡 在抗战的时候 国军就已经在南州四周的 这种山峰地带 就构筑了永久性的国防攻势 国共内战开始 把这些攻势再继续的加强 所以马纪元认为说 南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还说战略高地斗加山 十万解放军都攻不下来 1949 8月21日扶晓 解放军用9个团的兵力 开始发动攻击 结果一天打下来 三个主攻方向没有拿下任何一个阵地 而且三万还不小 19兵团的司令员就是杨德智 他打过那么多地方 他就很讶异地说 一天打不下一个阵地 我们从来没有碰过 至于以青马交手经验比较丰富的 碰得完 他就比较淡定地说 这次攻击受阻 主要是因为态度轻敌 另外就是因为敌人的攻势 这个非常的坚固 而且青马的匪军 他是用青马匪军 是担心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也是全国有名的完敌之一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对青马的肯定 而且是高度的肯定 然后彭德怀就有点惊艳谈 第一天打完 马富帆就把现场的战况 全部就汇报给宁夏娃马洪奎 希望说他能够赶快出兵 来援助兰州配合战斗 马洪奎尽管知道存完此行 可是他认为兰州是青马的地盘 所以他只有想要自爆 所以就拍个准备出兵的电报之外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到了8月23日 毛泽东又向彭德怀发了电报 说集中三个兵团全力攻打兰州 要延返马步帆退到新疆 如果一次打不开 就准备要打第二次第三次 彭德怀这边也因为运输线过长 仰时跟不上 也很难打持久战 他就说攻占兰州 虽然只有六七成的把握 可是决定在25日开始攻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老谭之前其实有提到过说 国共内战除了彼得是账面上的军力之外 后勤补给也非常重要 而这一点解放军在当时 其实可以说一直占有优势 没有错 不过西北真的是特例 因为那边实在是太凡凉了 大家遇到的情况都一样 从西安到兰州 现在有高铁 可是那个时候700多公里的距离 就只有一条公路叫做西浪公路 我们前面提到那位记者叫范禅江 他那个时候走过大西北 他说大家都称这条公路叫做西浪公路 所以品质可想而知 这个运输根本就跟不上 不只距离远 然后路况也非常差这样 所以我们看济南天津这些战役 虽然说都号称攻势很坚固 可是事实上一惊突破就守不住 很快就被拿下来 青马守兰州至少都还算有坚持到底 8月25日当天 解放军就开始猛烈的攻击 先打兰州东大门斗家商 也就是刚刚马纪元说的 10万解放军都打不下的地方 马纪元的部队在阵地失守之后 就仿扑了20多次 血占了7个多小时 另外解放军在同一个时间 也打兰州外围 有一个叫做沈嘉陵的阵地 马家军也是仿佛争夺十几次 他们那个时候是官子上升 挥舞马刀 像潮水一样的涌来 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双方就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弱迫战 一度就要翻盘 就在最紧急的时候 解放军调来了一个英雄营 据说他们快跑5公里 到了阵地 才把局面给顶住 你刚提到说这个英雄营快跑5公里来解救 这该不会是后来我当兵的时候都要跑5000公尺的原因 这个应该是普遍行之多年 顺利人也是很喜欢 每天早上都要训练部队快跑5公里 一个传统 沈家林争夺战是非常的血腥 据说南州战役 总共有13名团级以上的干部受伤 有8个就在这里受伤 有3名以上团级的干部死 全部都是死在沈家林 不过尽管打季元他很难打也敢打 可是1949年下半年的这种局势 其实已经不是他这位少年战士可以掌控的 所以南州还是陷落 5万的首军除了震王之外 剩下的后来就大批的人车 奔向的唯一可以外逃的通道 就是黄河铁桥 那马纪元后来的纪遇呢 在南州会战 临下王马洪回只求自保 他对蒋介石其实还算中心 可是他跟青海王马步番 有很深的心结 所以不愿意援助 他过世以后 有一本书叫做《马绍云肥一录》 这个才出版 里面就不断的损了马步番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刺诈一死的人物 来到台湾其实是相当落寞的 像是马洪奎 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他住进北投招待所 深夜的时候 宪兵突然间上门敲门 就是要他搬离招待所 他球也没有用 而且宪兵还把这些 他的行李全部都拖到招待所门外 他后来没办法 就只好连夜在台北市 找了一间旅舍去租 另外他大概因为这样子 所以受到刺激了 就买了一间房子 结果没想到电话线也被拆掉 所以老大不爽 后来就到了美国 至于青海王马步番 他在1950年的时候 以炒警的名义 带着全家 还有随众 200多人 就飞到了沙烏地亚阿拉伯 他一度担任驻杀大使 不过他的儿子 并没有跟着老爸走 他是从西宁飞到香港 后来再来台湾 后来以中将军衔退役 在2001年 就移居到约旦 最后才定居在沙烏地亚阿拉伯 2012年2月27日 马济元病逝于 沙烏地亚阿拉伯 大陆外交部还有他的讯息 写着说 旅沙台胞马济元先生 于2012年2月27日 曾在吉达逝世 驻吉达总领馆 888的 就是对亲属表示的慰问 连标点符号 在内一共是44个字 也说明了西北马家境的传奇 其实就正式的落幕 两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很多事不能人讲 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就像这个履杀台胞 这个头衔我觉得懂的人就懂了 这四个字用得很妙 真正说明马家军退出历史 而且寄兵也退出历史 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一下 像孙力人来台湾 他其实那时候认为说 反攻大陆也一定要有寄兵 所以还在后里马产那边练兵 从现在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 马家军的作战 其实是很有特色 像宁马的袁大汤之一 他们在行军的时候 每天都还要礼拜五次 蓝舟战役的时候 他们很多书也提到 马家军在战场上面 都会身着白衣 就是打赤膊善政 中风的时候还会喊天堂 这个开始之前 也会有阿轰 就是念经加词 就是跟一般的部队 是完全的不一样 总之马家军是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广宽一点 之后有机会 可以讲的比较细一些 阿富汗的局势非常复杂 但说实在刚老谭讲到吕沙鸣将 我其实一度以为 会像我们先前提到过 那个泰勉孤俊一样 可能会有衍生出 犯外篇或是特别篇 虽然这一集没有讲到 不过老谭刚刚说了 故事非常的多 我想这种骁勇善战的部队 一定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武新闻 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喜欢的话 赶快订阅我们频道 如果有建议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